大棍 来了 师娘 过来 师娘 求救你了 别为难我了吧 你想不想娶蓝儿了 想啊 想你不听我的 师娘 你娘说了 蓝儿是她的丫鬟 娶不娶蓝儿 由她说了算 她跟你这么说的 你不想娶蓝儿 大棍 你来这个家呢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这个家里里外外 谁说了算 我觉得你应该 清楚这个事 师娘要是发起火了 这个家就得散火 这个家要散火了 你上哪儿待去啊 是吧 你家都不能待了 你上哪儿取蓝儿去 师娘 师娘 对不对 先别散火 等我把蓝儿取了 咱再散火 那你还不听我的 听你的 听你的 去吧 去呀 看好了 来 去去 来 刘福 刘福 过来 过来 师娘 跟你说个事 过来 二什么 有什么不妥吗 是有点不妥 不光明正大呀 徒弟怎么能盯上师傅呢 我让你盯你师傅了吗 我让你盯你师傅了吗 我让你盯的是 我让你盯的是得棍 你就跟着她是吧 她干什么 你回来一五一十度 跟我学不就完了吗 有那么难吗 有那么难吗 不难 哪怕 我做 甭管 你去 得嘞 有东西 不疗 你去 给了二十度 咱俩就在这儿下馆子了 好吧 那就在这儿开小道 走 你吃啊 你也吃 皇上想叫你吃胖点 你就得多吃点 你是胖啊 皇上才高兴啊 谁让人家是皇上呢 你也吃啊 不想吃啊 吃不下 我现在是怕宫里头起火 也怕后院起火呀 你怕你的夫人啊 她 好对付 就是 不是跟她说了吗 去宫里开小道去 她不会猜到 你给我来下馆子吧 是谁啊 姨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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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棍儿 你盯上你师父和姨娘啊 得棍儿 说说怎么回事 我 我师父 我 我 我就是 我 我 好你个吃里扒外这东西啊 师父 师娘让我跟着你们呢 你师娘让你干什么 师娘让我跟着你们 看着你们 看师父是不是带姨娘 在宫里头开小道 还是在外头下馆子 这分明是她外头下馆子 大棍儿 你还想不想娶狼儿啊 当然想了 做梦都想 你想得美 我的丫鬟怎么能嫁给你这个 吃里扒外的探子呢 姨娘 要不是我自己自愿要来的 师娘非得逼着我来的 那我回去大不了 我就说没这回事不就完了吗 是吧 那你回去怎么交差啊 那我就说师父是带着姨娘 在宫里头开小道 好 这怎么说 你这么说 师娘 得贵这小子 他就是个墙头草 风吹亮边倒 您交的是家粪 肥的是人家野草 得棍儿 得棍儿 不是 师娘 你别别别别吓唬我 师娘 这家里还好多事呢 我先忙去 去你的吧 这家里要离了我可眨政啊 看着我 师娘 我 我我不敢看你 我有那么可怕吗 行了 看着我 我不问你 我不问你 师娘不问我啊 我不问你 我问你师父 等他从宫里回来 咱们几个一块给他过过堂 问问他 天天除了教徒弟 学医 还教徒弟学什么了 空气 Age 这些厉害我 应该我 美方 您概量 有分度 怀了 老爺的时候 也特别喜欢女扮男装 那就让山娇穿着男装 陪皇上下棋玩 还是换上女装吧 好 太后老佛爷 太后老佛爷 老佛爷 这药可千万不能喝呀 大胆 太后老佛爷奴才有话要说 秦太医 你说什么 太后老佛爷奴才知道 你是相信喜来乐的 可是为了太后老佛爷的圣体安康 奴才有句话不得不说 说 太后老佛爷 您现在服用的喜来乐给您开的药 这药 喜来乐开的药方子我都看过了 那里面有六位帝皇啊 六位帝皇 六位帝皇怎么了 那六位帝皇 是给男人吃的药 你可万万服不得呀 喜来乐 给哀家用的是男人服的药 没错 喜来乐 她是居心叵测 她把太后老佛爷 当成男人治啊 你如果吃了她的药 那白头发变成了黑头发 可没准 你也能长出胡子来呀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太后老佛爷 为了您的圣体安康 你可一定要三思 不得不防啊 传喜来乐 李总管 李总管 您来了 够胡子 竟敢擅闯朕的庆功 皇上奴才该死 奴才奉太皇太后的旨意传喜来了 李总管 那李总管 咱们赶紧走吧 滚 喜来乐 见过太后老佛爷 喜郎中 听说你给哀家治病的药方子里 有六位帝皇啊 喜来乐 你还敢不承认 你的药方子 我都看过了 回太后老佛爷 我给您治病的药里 确实有六位帝皇 我给您治病的药里 大家可以看过 太后老佛爷 我给您治病 现在把围子里面 你治病 我给你给你 我把围子里面 我给你 你把围子里面 你不要 我那种 你把围子里面 我都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 好了 都不要说了 把汤药给哀家倒了 别别别 太后老婆爷 这汤药不能倒啊 喜来乐 你 你 小李子 在 把喜来乐给哀家轰出去 来人 把喜来乐轰出去 是 太后老婆爷啊 如今 你这头发有点变黑 可是还没有完全变黑 如果让奴才给太后老婆爷治 那肯定会 你治 你能把哀家的头发变黑 太后老婆爷的贵体 不能再让那个土郎中给治了 太后老婆爷 如果您让奴才再给你开个方子 您再吃些日子 您的白头发 肯定会变成青丝的 真的能行 太后老婆爷 奴才开药 绝不会像喜来乐那样 下猛药 奴才开的药 那是慢慢的 轻轻的 像春风话语般的有效啊 再说了 您这些日子 头发有点变黑 那也不能说 是喜来乐给你治好的呀 不是喜来乐治好的 难道说是你治好的 这么说吧 我给您打个比方 有这么一个人 他肚子饿了 他就吃了一碗饭 没饱 还是有点饿 接着 他又吃了一碗面 饱了 您总不能说 他饱了 那是因为吃了这碗面吧 那是先前吃的那碗饭 给他肚子打了个底啊 前些日子 太后吃了奴才开的药 虽然那头发没有变黑 可就是等于 这个饿肚子的人 吃的那第一碗饭哪 对吧 你这么说 那还真有几分道理 这么说啊 哀家的头发变黑 不是喜来乐的功劳 而是前几天吃了你的药 打了底子 对呀 太后老佛爷 您只要让奴才 再给您治上几天 我保证 您的白头发 根根都能变成黑发的 好 那哀家就让你治了 谢太后老佛爷 老佛爷 刚才奴才去皇上那儿看见 你这奴才 为什么不早说 赶紧将他拿下 喳 走 走 快走 你来啦 站住 站住 李总管有何事啊 这谁啊 他是我的一个徒弟 你的徒弟 你两个徒弟都跟我照过面呢 我怎么没见你有这么个徒弟啊 这是我新兽的徒弟啊 你们几个 把他俩看着 是 剩下的跟我来 是 你这奴才竟敢善自杀 皇上 奴才奉太皇太后一旨 搜查一个人 刚才跟皇上下棋那个女子 去哪里啦 搜 是 你来啦 哎 让开 让开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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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了他 小心 女人就是他 放了他 放了他 皇上 太后懿旨 不能放了他 朕有圣旨 圣旨 你想用圣旨来押哀家 他写了他 姿 他 写 写 他 写 写 写 天天闹鬼 今儿个 今儿个 算是抓到了这个活鬼 你这个活鬼呀 长得还真有点像真妃呀 哀家活了大半辈子 还没看到过有人死而复生 说 小丫头骗子 你到底是谁 不说 不说就把你丢到井里去 回太后老佛爷 回太后老佛爷 这丫头是我的女徒弟 喜来乐 还真有你的 你从哪儿弄来这么一个活宝啊 回太后老佛爷 她是我心尽才收的徒弟 哀家真没有想到 女人也要学郎中 说 你爹是谁 我爹是深山老林里的 回太后老佛爷 她爹是深山老林的里头 靠打猎为生的猎人 一个打猎人 一个打猎的 难怪呢 一个打猎的出身 会点拳脚 太后老佛爷 您瞧瞧 她把我的鼻子打得流血不止 还会点拳脚 还会点拳脚 你既是猎户之女 就该跟随你爹 待在深山老林里 不该学郎中闯到这儿来 你知道吗 哀家这白头发 就是你给吓出来的 你自个儿说说 选个什么死法吧 我 我不死 太后老佛爷 您头发白了还怨我啊 我又没气着您 把她丢到井里去 是 太后老佛爷 闭嘴 太后老佛爷 就是这个女人闯进宫来 才把您这头发 下得全白了 都是喜来乐惹的祸 我看哪 就把喜来乐和她的女徒弟一块 丢到井里去 前太医 您别落井下石 我才不会做这种 落井下石的事 这是你自找的 都闭嘴 哀家本来想拿喜来乐 和她的女徒弟一起治罪 不过嘛 还得留着喜来乐 给哀家调理身子骨呢 把这个野丫头 给我扔到井里去 是 这会儿还是我来吧 你 你 师父 你狗奴才 你站住 师父 把她丢到井里去 太后老佛爷 您容不下一个真妃娘娘 您还容不下一个假真妃吧 什么 喜来乐 你 你再说一遍 太后老佛爷 您容不下一个真妃娘娘 您还容不下一个假真妃吗 你 皇阿玛 你要治罪 就先治儿臣的罪吧 是儿臣让喜来乐 带你徒弟来的 她长得太像真妃了 不 真妃死后 儿臣天天思念真妃 你将真妃丢进了井里 难道你还要将一个假真妃 也丢进井里吗 你真要这样做 就先将儿臣 一个大清皇帝丢进井里吗 皇阿玛 皇阿玛 皇上既然那么喜欢这个假真妃 那哀家就给皇上留着吧 谢皇阿玛 把他带上来 哥 小丫头骗子 你长得像真妃 算你命大 烈狐之女 出身卑微 你就做个陪皇上下棋的宫女吧 你毛手毛脚的可不成 要学一学宫中的规矩 懂吗 带走 皇上 跟哀家回宫 有话跟你说 走吧 学规矩去 天儿不早了 师父跟姨娘也快回来了 奏师 今儿师娘我就扮演一回包公审案 你们俩就是王朝马汉 我我我 不乐意啊 师娘我平时白疼你们俩了 你说师娘我对你师父这么好 他在外面还画画肠子 带着小姨的下管子还背着我 这种男人 你们俩说是不是得管教管教 是不是啊 那如果师娘这么说的话 那是再联再联 师娘师父 师父回来了 师娘 抛棍子 我今儿要不把你师父这花花肠子 给洗干净了 我就不叫赛西施 师娘 就看见师父一个人回来的 没看见姨娘 一个人回来的 你看清楚了没有 完了 完了 你师父肯定在外面给他租房子了 得福得贵 一会儿 一会儿 我问你师父 他要是不承认 我一比划你们俩就给我打 好 土地打师父 会不会造雷批啊 好 回来了 回来了 他 怎么了 早上成双成对鸳鸯似的出的门 这会儿怎么一人顾宴似的回来了 醒来了 你招是不招 干吗呢 怎么了 你问我 我们还想问你呢 得福得棍 给我打 得福儿 看着我 得棍 瞅着我 怎么着 你们还想打师傅都疯了是不是 你才疯了呢 我问你 一大早带着小姨子出去下馆子开小灶 你以为我不知道是不是 她回不来了 回不来了 我看她是不敢回来了 得福 得棍 拿 师傅 赶紧着了吧 我着什么着呀 你点了几根菜 喝点什么汤 金山椒没回来 你别告诉我你在外面给她租了房子了 你别告诉我你要金屋藏椒 夫人哪 我要是金屋藏椒都好了 那我就对得起金山椒了 你看你 你还为了她掉眼泪 你都没为我掉过眼泪 你还给我吼 你还给我吼 夫人哪 山椒回不来了 山椒让太后老佛爷抓去当宫女儿了 山椒进了笼子老师了 飞不出去了吧 先教教她宫里的规矩 咋走路 咋说话 咋失礼 晚上睡觉咋样睡 吃饭咋样吃 今天晚上这个饭就不要吃了 先饿她一顿 凭啥不让我吃饭啊 不许定嘴 我说给你吃就给你吃 我说不给你吃就是不给你吃 你这只野生鸟 落到我的手上 你就是一只没羽毛的鸟 你才野生鸟呢 她野生气呢 我眼睛闭上吗 怕吓着你 师哥 准备好了 对棍啊 这个 瞧病行医啊 讲究的是个文准狠 师哥你还挑不挑 不是你干吗我还没挑呢 你还欠虎猴 这志儿 我还不给你挑了呢 咋子你给他挑吧 来 这这这 走明笑儿 你看看你 跟没了魂似的 不就是山椒妹妹 让太后老佛爷收去了吗 当宫女咋了 好啊 金山椒长得漂亮 长得还有点像真妃 没准哪天老佛爷大发慈悲 就把她许给皇上当妃子了呢 虽说这个妃子 比不上皇后 但怎么也比当个土郎中的妾强啊 你就别想不开了 你就送山椒妹妹一个好前程吧 俗话不是说了吗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山椒妹妹要真当上皇上的爱妃啊 哪天老佛爷撒手闭眼了 那江山不都是皇上说了算吗 到时候 我 我是不指望有什么好处 但最起码 像秦太医这样的人 他肯定是不敢再欺负你了 你别看我是女流之辈 在这种事情上 我还是有远见着实的 到时候这山椒妹妹成了爱妃 天天给皇上吹枕的风 跑不起 他那个当土匪的那个爹金不患哪 摇身一变 都能变成那个震守边陲的大将军 你闭嘴吧 你个老娘们家家的 知道个屁 要是太后老佛爷知道 金山雕贪爹金不患是个土匪 是个胡子 那还不活刮了他呀 什么 是来人在哭吧 无人在哭 自家人 咱们 兰儿 别 别哭了 你看 天塌下来 还有你得棍儿跟我呢 别 别哭了 得棍儿 你说我哥咋办呢 别哭了 别哭了 得 得棍儿哥 得棍儿哥也难受 别哭了啊 我小时候没爹没娘的 是山娇姐她爹把我包上山羊大的 山娇姐她就像我亲姐姐一样 她要是回不来了 我该怎么办呢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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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rs 你怎么这么睡觉啊 我爱咋睡咋睡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要侧悟 宫女睡觉不能面朝天 听到没有 也不能趴着睡 你不知道晚上没吃饭啊 饿得肚子疼 睡不着 不行 侧悟 臭老妖破 咱不死了呢 这只手要给我放好了 受刑啊 胳膊给我放好了 你才怪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就料到你来这一赏 山猴子能逃得过如来佛的手掌心吗 去吧 一大早上人家那儿去 德副德副 跟这师父去吧 看看姨娘过得怎么样了 好嘞 德副 你要是看到我山娇姐 叫她能逃赶紧逃 我们回东北老家去 放心 到时候我也跟你们回东北老家去 德副 我说两位大哥给我弄双鞋来穿吧 他 他 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